43岁的贾静雯在嫁给鲜肉男星修杰凯后,生下两个可爱的女娃布布和雷欧妞,加上和前夫生的大女儿吴童妹,一家五口过得相当幸福,虽然年纪超过40大关,但是保养的一个她,看起来仍旧美艳动人,还是不少人心目中的女神。 然而日前她却曝光一张照片,让网友看晚惊呼,贾静雯果然还是老了。说起贾静雯大家一定都很熟悉。《倚天屠龙记》中的赵敏,至孙红颜中的武则天都是不可超越的经典。 也是很多七年级生的童年回忆。所以古装比较出众的贾静雯也被大家称为古装女神。 同时她的情路坎坎坷,离婚风波也是让她疲惫不已,但是好在现在与修杰坎结成夫妇,家庭生活也是非常幸福的。 一件黑色网纱拼接上衣,让她女人未尽险。 五官精致的她看上去哪像是生了几个娃娃,高扎丸子头,头顶也打理得比较蓬松,看上去既简零又好看,上衣的网纱设计,又有一点小性感,看上去就知道女神二婚之后是非常幸福美满的。 黑色上衣在胸前的花瓣型设计,整件衣服的质感和细节感到提了上去。 让女神穿起来也不会显得过于老气,简单的耳环装饰,上半身真的是挑不出一点毛病,但是直到看到全身图。 看见这条牛仔裙,才发现,真的特别不好看。 最大的缺点,就是把贾静雯的身材比例活生生弄成了五五分,而且看上去就像只有一米五。 这条裙子的剪裁也是米一般,前面开叉的部分,直接显出了贾静雯小腿最粗的一部分。 显得人特别臃肿,简直就是败笔。 后来小编才发现之前阿娇也尝试过类似的裙子,但是视觉效果却不是这样。 阿娇上身一件白色抹胸掌袖上衣,一穿上就觉得纤细满满。 阿娇的颜值可是无庸置疑的,就算是狗仔偷拍的素颜也是特别好看的。 阿娇出道以来也算是顺风顺水,但是因为艳绕门事件,人气大不如前,好在现在都在慢慢变好。 几乎是同款的牛仔短裙,但是剪裁不一样,却差很多呢。 只能说贾静雯下次挑裙子真的要慎选啊。 不然女神颜值也瞬间变成55身,让不少网友都惊呼,看起来好像老了。 挑选的衣服暴露年龄了。